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6日 星期六 這一節要跟大家講講國情問題 大陸其實權力鬥爭 可以說是每天都會發生的 而且 對於爭奪權力 在中國人來說 跟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 有很大的關聯 有權 就是有錢 有錢就要想辦法擴大自己的權力 保護自己的權力 所以權力在中國 可以說是每天都會發生一個 大規模的爭奪 又或者 你爭我奪 有人爭就有人要保護 現在我們就發覺了一個大陸最近中紀委的官網公佈 2020年 竟然有5836個 元柱級以上的一把手被立案調查 這個意味著 很多這些官員這把手 即是元柱級以上的官員 當然一把手就是書記 黨委書記 即是元委書記 以上 當然 市委書記 省委書記 可能也有 但是那個人不多 但是 已經到了接近6,000個 元級以上的一把手 被人調查 這個數字公佈出來也算不少 好 我們在講支持 記得 支持黃金二部 第一就是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 like follow我們的新的星期二日報 我們會在 Twitter Facebook 和MeV 我們也有 貼過連結出來 大家可以找到 我們也會在我們的新節目裏面 下面 把這個後備頻道告訴大家 就會貼出來的 除了這個就要看回我們之前的 舊片 因為我們被人BAN這七天 我們拍了47條片 我們錄了47條片 大家可以 每一條都可以看的 有些多人看 有些少人看 大家 有時間就去看這些影片 還有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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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裏面的廣告 那麼我們 也都面對現在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不知道會不會突如其來的打壓 因為一旦我們真的被人封鎖的時候 可以說是 沒有辦法通知到大家 是完全靠坐無門 大家 如果不是訂閱我們Patreon 或者後備頻道 是完全不知道我們發生甚麼事 因為我們被人停止發佈的時候 我們有30多萬訂閱 我想超過33萬人不知道我們發生甚麼事 這個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是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 所以 希望大家真的要盡快訂閱 我們希望我們初步數字是一萬人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繼續說回 習近平日前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面強調就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 而中紀委官網就在2號 就稱 2020年 有5,836個縣處級以上的一把手臂安調查 很多人 方根評論認為習近平擔心他的權力 是受到挑戰 所以不斷地抓人 而震懾官場 樹立他絕對的權威 我們的解讀 不單止 我們還有 另一個解讀 我們讀完這個新聞 再跟大家說為甚麼我們有另一個解讀 2月2日中紀委官網凱文 國級的紀檢監察機關 緊釘關鍵少數 懲處維紀違法 他一定是說維紀之後才違法的 紀是黨紀 法是國法 所以黨紀大於國法 這個跟習近平1月28日 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面的要求相呼應 習近平強調 加強對各級領導班子和關鍵少數 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 文章說 去年有5836個縣處級以上的一把手被立安調查 中共近期經常提到對一把手的監督 相信是跟20大有關 因為地方官員長期冷靜 如今中共高層落命令 就是要震伏下級 令到他們有所警惕 這個 以前 胡錦濤時代就試過的 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 因為大家知道 中國地方那麼大 很多時候山高皇帝縣 地方未必一定個個都會緊跟中央的意思 甚至乎有些就是 不聽中央的意思 習近平要加強他的習權 以及 加強習家軍 的勢力範圍 因為 共產黨 一直以來 黨組織控制得很嚴密 但是也試過在 內部鬥爭的時候 黨組織 是未必一定聽完黨中央話的 甚至乎 控制到黨務 當時的老毛就是 他到了 60年代 完全控制不到黨 他只能夠 他的號令在中南海裏面 只有建築物裏面有人聽他的意思 連北京市委也不理他 所以 他那時候就叫做炮打司令部 出了大字報 在北京出不了 要透過上海發佈 另外 另外 我們 有位 好朋友的爸爸 提醒我 柯慶絲這傻子 文革的時候已經死了 因為他1965年死了 所以 他的馬仔張春橋 被老毛受重用 因為他 大弟子就是張春橋 如果他當時不死 柯慶絲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混蛋 還有謝富治 還有康生 這些是上一輩中共的混蛋 專門迫害黨外同志的 陷家領 再說回老毛當時 為什麼要在上海出了這份大字報呢 就是因為他在北京沒有人採訪 北京 當時他批評北京市委 是斬策不入 水潑不盡的獨立王國 當時北京市委 是由彭真去管理的 而北京 他當時要打倒四個人 就叫彭羅陸躍 彭是彭真 北京市委書記 陸是陸定一 宣傳部長 宣傳部長不能登你老毛 沒辦法發佈 靠上海市委出 彭羅陸就是 羅是羅瑞卿 這個是公安部長羅瑞卿 陸定一是宣傳部長 楊就是楊尚昆 大家很出名了 二十七軍 楊尚昆 大家在澳門島島 老百家都 經常叫楊尚昆 不過現在少了很多 近幾年都沒有甚麼人叫的 大陸太多 沒有人知道 叫 二十七軍是講楊尚昆 或者楊尚昆是二十七軍 楊尚昆當時是甚麼職位呢 就是中央辦公室 主任 中辦 中央辦公廳 以前就是秘書處 中央書記處 他 主要的職能就是做秘書這些東西 但其實就是大總管 裏面所有的東西都有關他的事 不論翻譯 不論文書處理 不論 安排秘書 安排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由 中辦負責 所以 中辦這個職位是很重要的 我們稍後就會說一下中辦 怎樣 重要程度去到哪裏 我們繼續說回這次 為甚麼要大量一把手落馬呢 2020年除了大量一把手之外 中國各省至少有27個地方大員的職位 發生了這個變動 這個應該是19大以來的地方大員密集 調動的一年來的 為甚麼 會這樣 會這樣大規模的發生一個換人 其實是一個大換血 由這個地方 各省 市 自治區 連這些原署級以上的一把手 都被動 其實是習家軍不斷安插自己的人 每一個地方 殺了一批之後 全部都要換回習家軍的自己人 你想想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 嚴狀 你會換了一大班 根本 那個 能力 未必是可以去到這樣的位置 可能真的是做一個地方 村幹部 但是你現在 提升了他做願委書記 那麼 以往的本身做願委書記 也有去做市委書記 可能升上去做市委書記 市委書記就升上去 省委書記 這樣升上去 本身就是將一些沒有能力的人 移動了上來 移動了一格或兩格 全部都是習家軍的人 所以 接下來 這個大陸的地方政府的人 可能都是 由習家軍的人完全去壟斷 因為這次這個大洗牌 可以說是習家軍 他們 所有人唯威唯 要將 全國大部分的地方換成自己人 完全 不讓你 團派 綱派這些佈局 連地方 都要打 這個就是中共當年農村包圍城市 連在怨開始搞你 他的權力更加穩固 因為 組成 城市 省 然後到 中央 一級上去 都是由習家軍的人去 領導 控制的話 他的權力更加穩固 沒有地方會反叛 大家想想 這個情況是多恐怖 全國換成習家軍的人 當然 他是防止有人造反 是由這個 最基層開始層層換血 好了 到了 連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官員都是 換了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他們認為信得過的自己人 這次也是為了這個20大人士佈局 做準備 因為 每個地方的一把手都是 換成習家軍的人 老實說 你們想反抗也反抗不來 是不是 然後 我們會講解 中辦 這個職能 現在 這個中辦主任的丁薛祥 大家都知道 肯定 就是習家軍的一個重要人物 做得這個位 全部 接下來也很大機會是進身政治局 跟大家說說中辦主任歷來有甚麼人 最初的主任 楊常昆 大家也知道 他後來 就去做國家主席 政治局常委 軍委副主席 第二個 就是汪東興 65年 做到78年 做十幾年中辦主任 汪東興 協助華國鋒 搞 懷人堂政變 拘捕四人幫 就是汪東興 他也是 負責了 834一部隊 這是老毛的近衛 是市衛長 然後78年到82年 就是姚依林 然後就是胡啟臨 胡啟臨之後就是黃紹閣 姚依林也是政治局常委 胡啟臨也是政治局常委 當時到了鄧小平時代 然後是黃紹閣 黃紹閣就是江澤民年代 做過國務委員 黃紹閣好像也是政治局常委的 然後86年 做到93年 就是溫家寶 大家想到了 還是副總理啦 當然是政治局常委 然後 再下一個 曾慶紅 93年 做到99年 中辦主任 曾慶紅 最後就是國家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 接替曾慶紅就是上海幫的黃剛 黃剛 也是政治局常委 黃剛有沒有做過政治局常委 這個好像是 還沒有到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 然後 黃剛可能是 沒有升得那麼厲害的 沒怎麼升大官 然後是零計劃 零七年接替黃剛的 做了五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 也是政治局 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員 當時是政協 當時是政協副主席 然後是栗戰書 栗戰書就成為常委 12年 他們做到17年 就成為政治局常委 然後到現在是丁市長 很明顯 接下來是丁市長 進入常委的機會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個個候著的 我們 這一節 先說到這裡 拜拜 好